市逢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40周年 加上充满原民风情的原汁意识集 在明年即将落成启用 县府邀请全国13间的学校 在民间猪市文化园区举办一场创意料理赛 以猪肉为主题结合原民特色 比赛现场是充满了料理香 每一组选手都是有备而来 猪肉卷用油慢慢煎 马上就闻到香味 也有人用炒的、炸的或是用炉控肉 比赛现场充满料理的香味 每一组选手都是有备而来 现在都一直吃吃吃吃 有那个我们那个锅底的那个香气已经跑出来了 然后这个同学呢 我们看了每一道 目前看起来的每一道的料理都不太一样 我们很期待待会儿 透过我们评审的评比之后呢 也能够票选出这个最可口最美味 而且呢真的是色香味剧全的菜色 南投县政府邀请全国13间学校 在民间猪市文化园区 举办创意料理商品设计邀请赛 以猪肉作为主要食材 特色料理我们想要做原住民的特色料理 它是比较像我们在包的种子 除了用那个原住民风情 然后还有就是用一些客家小菜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原住民风味的披萨 跟结合越南村卷的原住民村卷 透过同学的创意料理 以猪肉作为主题 让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想象 然后透过这个美味呢 把猪肉做最好的呈现 四十如意 今年也是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四十周年 加上充满原住民风情的原汁液市集 将在明年启用 所以这次比赛重点 不但口味要好 更要结合原住民特色 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原住民 不同的这个调味 那能够去展现出原住民的这个特色 所以这次呢 我们有两个主题 两道菜 一个是以猪肉本身去做发挥 第二个是要加入原住民的元素 那当然这个跟我们现在二楼呢 会由我们原民局正式的 来委外经营的这个原汁液 那来做更多的原住民的 这个文化的一个结合 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用原珠原味 去呈现出南投最好的风景 还有我们最健康的这个食材 每一位选手都非常认真 县长许舒华也到每一组选手旁 看他们如何料理 许县长表示 学生都非常有创意 这次的创意料理商品设计邀请赛 也希望可以将优秀作品 变成诸式文化园区的特色料理 记得猜看南投线采访报道